许多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,因此在节假日的时候,大家都会找一些事情消遣一下,排解一下生活中的压力。 男孩子们大多都喜欢到电玩城里消遣,现在国外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玩具,那就是推臂机。 这种玩具的性质跟抓网二机差不多,都是看运气的,有时候看着马上就有一大落硬币要掉下来了,吸引了许多的男孩子坐上去,开始一个硬币一个硬币的投了进去。 但是明明就快要掉下来的硬币,怎么就是不掉下来,最后反而是自己投了很多的硬币进去。 国外的一个小伙就非常的聪明,这个小伙玩推臂机的时候,竟然作弊,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强力磁铁,想要用强力磁铁去吸附推臂机里面的硬币。 这个小伙能够成功吗?很多网友都表示,要是电玩城老板知道了,肯定会劳请这个小伙课查的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因为这个小伙正在玩的推臂机里,由于大落硬币已经摇摇欲坠了,这个小伙看着非常的眼红,然后就把自己准备好的强力磁铁给放了上去。 没想到,磁铁竟然毫无反应,你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?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